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这样厚厚的阳光更是让阳光难以露脸 再加上雨水的助攻也影响了气温爬升的幅度 因为就在我们恒春灯塔这边 今天高温其实也只有23.6度而已 而北台湾的海带不用说 就连中午时间气温也其实也都不超过20度 相比之下我们来到中南部 天气是完全不受影响 依然有着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来看看我们今天台湾本岛平地地却最高温 同样在灯塔的地标 高雄迄今今天又站上了三字头 就来到了32.9度 这南北之间超过10度的温差 事实在明天还是会依然持续的 而这主要的降雨原因 我们就先从卫星图来告诉大家了 我们在进入图卡之前 而且要先提醒大家 在北海岸活动的观众朋友 如果等等还有要出门的话 提醒您宝宝的外套还是得要穿上了 因为我们从图上就能够看到 此时此刻 封面雨淡的水气 其实就笼罩在北台湾的上空 而且在这一道封面快速掠过之后 紧接着 东北风就会跟着进来凑热闹了 那么在我们的北部还有东半部 从现在开始还有明天 下期短暂阵雨的机会就会增加许多 虽然说预估这一波的雨势其实不会太大 大约就是穿件登山外套就足够的程度 不过我们对于想要外出踏迹的朋友来说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攜带雨具了 而至于到了中南部地区 虽然还是不受到这个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因为白天温度是偏高的 在中午过后 对流发展会相当旺盛 所以在我们的高雄山区 就容易下起瞬间性的大雨 预计要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 就请要多加留意了 而虽然说这种午后山区的降雨 其实对我们的中南部地区 平地地区是几乎没有影响的 不过在这个大规模的美雨到来之前 对于南部地区的汗象来说 其实也是个不错的帮助 那么关系完了天气 至于明天的温度上呈现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风面的主要结构 现在大约就是在我们 台湾的东北部的海岸上 而同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冷空气就颈椎在后了 随着这个东北风进入北台湾 和花冬地区 再加上下雨 那么明天感受上就会比较凉冷 温度则是会比前一天再略低一点 我们明天北部地区高温 大约在二十度左右 而竹苗以及我们的花冬一带 则会降到二十四度左右 至于我们的中部还有南部地区 因为不受到这一股东北风的影响 天气上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好 白天高温普遍都可以占上三十度左右 当然这个南部地区 又会比中部地区来再更为热一些 那么再坏出活动的话 就记得要多补充水分了 而注意部落里头 跟详细的天气资讯 一起来看问您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来到屏東的市自牡丹跟满洲 低温十九度 高温二十八度有六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泰武来一跟春日 低温十七度 高温三十度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三地门雾台跟马加 低温十六度 高温三十度有八成的降雨机会 高崇的原乡地区 低温只有十度 高温二十八度有六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加雅里山气温在十到二十七度之间 南投仍爱于池水里及信义 低温九度 高温二十五度有三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海中和平气温在十四到二十五度之间 请留意短暂雨时 苗栗南庄试探泰安 低温十五度 高温二十五度有三成的降雨机会 新竹关系尖十五峰 低温十一度 高温二十二度有四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 低温十四度 高温十九度是凉冷的一整天 宜兰的大同南澳 低温十五度 高温二十二度有八成的降雨机会 花莲新城 花林市吉安 低温二十度 高温二十四度 少林吉万荣 低温十四度 高温二十三度 首峰峰冰 低温十八度 高温二十五度 凤林光复及瑞穗 低温十九度 高温二十四度 着西玉里及副里 低温只有七度 地点在着西 高温二十四度 海东海岸线地区 明天留意短暂雨时 低温二十一度 高温二十七度 池上观山海端及盐平 低温十五度 高温二十五度 有五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陆野台东市及北南 低温十八度 高温二十六度 泰马里大午金风及达人 低温十七度 高温二十九度 有六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南地区气温在 二十一到二十七度之间 最后来到外的 连江金门及澎湖 低温十六度 高温二十五度 从现在开始呢 随着封面通过 东北风也会跟着增强 连带的在我们的北台湾 以及华东地区 这样的机会就会增多 而同时气温也会下滑 所以呢对温度比较敏感的朋友 就请不要怕麻烦 多加件外套 而至于在中南部的部分呢 天气上其实大致都还蛮稳定的 顶多就是要注意闷热的温度 必须要适时的补充水分 避免中暑 不过很快的 到了明天的晚上呢 冷空气就渴望出海了 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天气就会有所好转 温度也会慢慢回升了 那么这就是今晚 以及明天的天气分析 提供给大家